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他着迷而又疯狂呢 他到底又是如何做到能让男女通吃 并生生活成了天仇人民眼中的 厕所战神呢 本期我就来彻底谋析一下 这个初到至今 世上最魅力十足的变态 到底是如何练成的 不过在这之前 我先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变态 变态有的多重含义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 一般只是我的形状发生变化 而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则将这种变态统成为心理变态 心理变态又称为心理异常 心理障碍 指人的知觉 思维 情感 智力 意念 及人格等心理因素的异常表现 人所表现出的行为变态话语变态 也都是在这个范畴之内 而在现实生活中 变态通常标准是取决于社会的 一般指的就是 其行为偏离了社会普遍认可的指责 脱离了原始的认知 给我们带来了区别以往的 视觉 心理 精神上的多重冲击 而无论是在哪种传播的影像作品之中 变态这类角色不仅诡异乖张 并且还有了很强的个人主力 不按常理出牌的套路 更是露银水一般收放自如 而在那个遥远的年代 动漫作品中出现的变态类的角色 在知名度上是屈指可数 纳指出现的多数为 猎奇行为较多的那种 几乎都是贴着血腥暴力标签的变态 像西索这类变态 难是变态中的侨楚 不是他下手有多么的残暴 而是他是众多变态中极有素养的一个 这人心盼的双眼 刚柔并唇的脸床 只要与他接触之后 仿佛你心中所想 全部都会裸露在他面前一般 而西索的一切变态行为的目的 只有一个 那就是找到强力的对手 并将其摧毁 以满足自己那誓战奴命般的 极可欲望 所以西索的那些变态行为 更像是为了这个目的 而画出的衍生品 只不过这个衍生品经常出现 久而久之 这个印象反倒成了西索 在众人眼中最具代表性的特色 西索除了是个变态之外 还是个不折不扣的战斗狂人 他对于战斗的热衷程度 只能用发指来形容 就这点来说 他与尼特罗相似 都喜欢与强大的对手过招 不同的是 尼特罗只是在单纯的追求武道精神 西索则是喜欢将对手当作玩偶 不一样爱抚 而当他玩腻了 这个没有任何新鲜感的玩偶之际 则会毫不留情地 将其当作弃子一般对待 西索的对手可以是强敌 也可以是他认为在未来 有可能变为情敌的现阶段小白 而在认可对手的基础之上 他甚至可以为其一路开绿灯 暂时摆平眼前的困难 只不过这都是为了他日后 能够得到对手成长之后 在摧毁的酸怂感而已 所以最终的目的 他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战斗力 西索他义正一斜 性情反复无常 虽然他从哪来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他要赶往何处 我们却心照不宣 在幻阳旅团成立之初 不久后西索取代了原旅团成员 四号的位置 这里便是西索的初始之计 由于他生性贪玩 所以经常不准时参加旅团的各类活动 从其他旅团成员的言谈中也可知 他很有可能经常耍大牌 放鸽子 而在他放鸽子的这段期间 他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 就是天空竞技场 那个亡命之徒 和各类高手的聚集地 因为在这里很有可能 会出现他想收集到的玩偶 这儿激发他的欲望 而这里也确实没让他失望 的确出现了一名新起之秀 华石斗郎 在5G方面 他的实力令西索眼前一亮 不过毕竟他并不是念能力者 所以华石斗郎很快便败下阵来 但由于受到西索的赏识 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外伤 还因此被西索打通了他的任督二脉 而西索之所以这么做 是看见了华石斗郎的潜质 希望他能有所成长 在其丰满后给摧毁 以满足自己的战斗欲望 在286次的猎人考试上 西索本来已经通过了所有测试 但是由于看考官不爽 他直接将那一届的考官打倒 令其言帝无存 从而导致自己被取消了 成为猎人的资格 而在这次考试上 也许由于工作的缘故 他重回旧地再次前来 第一场测验耐力的考试 他已逆其中 没有惹出什么幺蛾子 不过在第一场考试通过之后 魔兽人面缘前来骚扰 冒充考官企图诱骗 其他考生当其食物 由于西索很难得的 看到了一箭双雕的机会 原创干净利索地 分别朝着考官和冒充者 射出两张飞牌 之后假死真活 瞬间令众考生打敲了疑惑 但他的这一行为 还是令考官些许不爽 并口头警告了一下 随后考官带领众人 前往第二考场 在跑路的这段期间 西索再次成为众矢之地 可能西索招花惹炒的能力 太过强大 以至于即便是在战力上 和西索差的不是一听半点的家伙 竟还是敢不自量力 以乱及时地去西索应拼 而最后的结果也可想而知 西索只是轻描淡写地 转了一圈 并摆平了一票 虾兵谢教 不晓得是主乐队中的 两人也因此被波及其中 也许一帮虾兵 打开了西索战役的胃口 于是看到二人之后 西索顺势冒充考官 打算切磋一番 拿着对面二人分散开来 各自逃 在干二人小闹了一番之后 西索感受到了二人的潜质 于是他摆出一副 魔鬼惯用的诱惑表情告诉他 这是西索第一次 与主角团产生的交集 虽然这使得他击杀几人 就如同碾死一只蚂蚱一样简单 但是这对他来说 实在是太无趣了 所以他要等待其成长 等待未来那 由未可知的美丽硕果的成熟 绽放的一颗 而在他们的成长期间 西索绝对不允许他们在成长中 又被外地阻碍 此刻他的这个合格 算是给小杰等人 加得快免死金牌 并且在日后还会帮助主角队 第二场考试 要为慈禧献上美味 这场虽然没有给西索特写 但在后面的选举片中 我们能看到 西索已将门棋 列入到他的玩偶行列之中 也就是说 他认可了门棋的实力 到了第三场考试 西索则是遇到了去年的那个考官 这个酷似窝巾的家伙 一登场便耍得杂耍 企图抱去年的一箭之仇 不过令他没想到的是 最后竟然被西索以笔之道 还尸笔身 成为了西索屠杀宝单上的那颗 最微不足道的小沙利 这之后西索以第一名的成绩 抵达塔底 并等待着下一场次的开始 到了第四场考试 就非常有意思了 而这也是初期西索 给人留下强烈印象的一个篇章 这场考试为夺取彼此的号码牌 凑齐六个点数方可通关 自己的牌子和目标的牌子 分别都拥有点数三点 非目标的号码牌 则为点数一点 由于这一规则 通过本次考试 就有了两种方式 一种为夺取目标的号码牌 只需激战一次方可通关 另一种则为夺取三个 非目标的号码牌 最多能够战斗三场 而西索这个战斗狂人 由于不知晓自己的目标为谁 于是他选择了这个 不用废脑 最简单粗暴的方式 在宣布比赛开始时计 西索上岛并随便找了个 落脚件悠哉的休息 而后不久 他便察觉到有人在他附近徘徊 然后他提醒对方赶紧现身 于是一个浓眉长枪的大叔 猛然出现 并嚷嚷地要跟西索来场护殴 不过西索则也看出 其身受重伤 是个将死之人 所以对他是毫无兴趣 并摆除了你的命运 你被安排的默然神情 之后大叔则是被突然出现的 伊鲁米乱见其发 直接击杀 而后西索开始和伊鲁米打去 看着其正在整容的样子 顺便还发表了下观后感 由于伊鲁米给了西索一张多余的号码牌 这就使得他只要找到两个非目标的猎物就可以了 在他四处寻找之际 好巧不巧 再次与主角队中的那两人相遇 见到二人西索变得兴奋起来 想着用墙 不过眼前的库拉皮卡却异常地冷静 他以短短几句话就将目前西索所想 和他们仅有的牌子做了详细的分析 小酷刚柔并济 并一张号码牌作为代价 来打消西索强攻的念头 其外交般的谈判几乎是毫无破绽 这令西索也是暗暗称赞 另一方面这两人也是西索能够认可的少数之人 并且这次交涉也不是没有收获 于是他便放走了二人 不过由于这两人的出现 令西索有了脸杀的冲动 此刻他整个人也是极为亢奋 这里附近利用西索亢奋到极点的画面 埋下了一个贯穿找不猎人的超级福利 将念初期的雏形 得以用氛围渲染展示 为念做下了完美的铺垫 然这里不得不替一下老板动画制作组 他们在这里表现得更为出彩 虽然夹杂的私货改变了部分分镜 但是正是因为夹杂了和原作中不同的元素 才使得西索释放杀气的这场戏 在那个时代十分出名 并且极具张力 在西索释放完杀气之后 他仿佛蹚了一宿的山路十八弯 面容几近憔悴 并且还伴有吃汗神情 然后他一路走来 如丧尸一番 并不断开始四处寻找猎物 很快他找到了一个倒霉蛋 此刻西索露出极为吃汗的表情 其实毫不分说 如恶虎扑石般的图像猎物 而就在他击杀对手的一瞬之间 一个黑影在他眼前飞过 而后他发现自己的牌子竟不翼而飞 随后西索诧异地看向了他牌子 消失的那个方向 惊奇地发现竟然是之前那个 他认可过的那个小鬼 此刻二人四目相望 这令西索兴奋的同时 也燃起了他的气体 之后他将同样施以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的家伙击杀 巧合的是其恰好 是西索对应号码牌的猎物 在漫画里 这里的画面其实是这样的 不过西索为了照顾年轻的观众 并没有画得这么学心 然后西索找到被夺倒在地的小杰 此刻他对小杰的赞美是毫不吝啬 称赞其摒息法非常的了不起 之后他将小杰原有的牌子 和自己的号码牌给他 见此景倔强的小杰不肯要接来之时 于是他顶着毒药的麻醉 还是倔强的站起来 西索见识更加觉得 这个小鬼甚是有趣 此刻他露出了更加有趣的表情 并霸气地回应道 以前被二人未来的频繁互动 开了一个好头 并且也造就了二人 那四敌四友的特殊关系 在第四朝考试通过之后 终于来到了第五场 在考前 尼土罗先是跟剩余的所有考生 来了场面试 并问了每个考生有要的问题 成为猎人的目的 最在意哪个考生 以及最不想和哪个考生交手 西索则是毫不掩饰地说出了 自己为了杀人 不负责任 才想着成为恋人 在意的考生是奇牙 最不想交手的是小杰 而截止到这一话为止 西索给人留下的印象 就是世战魔王般的存在 几乎是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是全职恋人这一阶段的最强战力 所以从他口中说出的认可之话 这无形之中也提高了 主角两人的身价 而当他对尼特洛 也有着浓厚的兴趣的同时 也被这个掉耳朗朵的糟老头子 蒙上了一场更为神秘的面纱 只不过这时候 还没轮到尼特洛大展拳脚 于是他以一个装傻冲漏 直接毁进了西索 在第一场个人战中 西索对阵库拉皮卡 由于他提前知晓了库拉皮卡 与旅团有着不共戴天之仇 于是他对库拉皮卡 耳语了几下 便自动弃拳 在对待第二个对手时 他则是毫不留情 并在其倒地后同样而遇下 轻松获得了猎人资格 在考试之际 由于奇亚的缘故 使得伊路米要对小杰出手 不过在西索互毒般的眼神之下 伊路米总算是有所收敛 在西索获得了猎人执照之后 他则是拥有了猎人享有的各种权限 之后更是通过网络 查到了小杰奇亚的形状 提前预判的二人 一定会去天宫竞技场进行修行 于是他乘坐私人飞机 来到了这个他常来的圣地 不久后奇亚小杰便来到了这里 并一口气打到了200层 西索感叹的同时 不想二人如此快速的夭折在这里 因为从200层开始 几乎全部都是会使用念能力的被吸引者 如果他们在不懂念的情况下 提前来到这里 那么势必会受到惨重的代价 为了不让这正在成长中的青色果实夭折 于是他放出念 强行压制二人 不许进入200层 然而令西索没想到的是 两人在云古的指导家 竟被强行打开惊口 拥有了念的加持 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二倍层的登记 而此刻的西索倒也是乐得其索 并对小杰承诺道 在等待小杰成长了这段期间 西索则是要收另一张网了 曾经放过的华石斗廊 在这个时段的竞技场是一路连胜 而他为的就是要与西索一战一血前耻 然而 虽然他被西索打开了惊恐 获得了念 但是他却将自己本是强化系的资质 用在了具线化系和操作系上 使得他完全浪费了自己的才能 看出这点的西索早已将其看破 为了体现自己鬼术师之名 他更是故意奉上自己两条手臂 最后给其致命打击杀人诛心 完美地将这个撒了许久之际的渔网彻底回收 在解决完华石斗廊之后 西索夹的手臂面色成龙 正是旅团成员马吉出现 之后他将西索被卸下的胳膊缝合 并告知西索几个月后 要在有颗心事集合 然后他特意嘱咐 此事有可能是他们接的最大的一单 如果缺席的话 可能可能会亲自来处分 这一席话也为引导下一篇章出下了铺垫 在小杰相继赢了两场念能力者的对决之后 西索履行承诺与其对战 比赛当天坐无虚席 这场无论是戏中还是戏外 都是万众期待的一场比赛 福建对于这场戏也是精心准备了一番 他将这场战斗分为两个部分来进行刻画 第一阶段为肉搏战 虽然这时两人的周身拥有念的加持 不过大体而言 这一阶段的打斗 是披着念外衣的拳脚功夫 虽然是拳脚功夫 但是那流畅的动作全权倒落了爆点 在当时那个年代 让人是目不暇接 仿佛看了一场武术对决 虽然在视觉的华丽度上 不及恋人后期的战斗 但是全权倒落的快感 以当时的眼光来看 确实还是相当的给力 这一阶段还夹杂到福建最擅长的制斗 而凭着小杰这一初衷有气的小策略 他也终于如愿以偿 将之前西索打他的那一拳还给了他 第二阶段为念力战 不过在这之前西索先是调侃了下小杰 好出了小杰的戏别 只有西索使出一连串反复横跳的推拿动作 见小杰与自己拉开身位 于是他终于使出了那千变万化般的能力 伸缩自鲁的爱 靠着伸缩自鲁的爱 西索是占尽妞士 而当他打算与小杰结束闲聊的对话之际 小杰突如前来的攻击 令他也是兴奋不已 这几旧版动画制作者再次夹杂私祸 可说是令西索变态之名更加名声大噪 虽然这场比赛的结果必然是没什么悬念 但是这场比试揭开了西索那神秘的念能力 并且也令主角开阔了自身更大的成长空间 而西索最后离开的那句话更是稍有玩味 仿佛预示着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危险 离开天空竞技场之后 西索来到有颗新室并进入旅团驻地 旅团此次集结的目的是为了在拍卖会大干一票 将所有宝物尽数掠夺 在拍卖会举行的当天 旅团众虽将会场搅了个地儿朝天 但是最后却竹篮打水一场空 连个宝的影毛都没有见到 最后反而还令几方议员大将受补 而西索这边为了能和库洛洛来场忘我的对决 他也是暗中始办 明面上在旅团里他遵守规则 但暗地里却将旅团的情报透露毁了库拉皮卡 由于团长身边常年至少有两名成员保驾护航 因此这让西索难以下手 始终无法达成与其的对决 于是他想利用库拉皮卡与旅团之间的士族之仇 打乱旅团来个釜底抽薪 美其名曰互利互惠 他相信这样双赢的局面 库拉皮卡一定不会拒绝 而事实也如他所想 由于库拉皮卡取得了对自己有用的情报 很快他便以守株带兔之势 再次和被救走的窝金毁灭 并非常凌厉地拿到了衣血 由于窝金失联 这也导致了旅团内部发生了些许摩擦 这期间小杰切亚被迫来旅团驻地串门 搞得西索也是守核无措 原因是他不想因为认识两个小鬼 而使得这期间出生幺蛾子 而扰论他最终与库洛洛的对决 好在后面梁小儿的激昂动作 给了西索表现的机会 顺势用纸牌制住齐牙 此刻西索虽然嘴上说着 但是他内心肯定想着 这之后旅团在库洛洛的领导之下 杀戮黑帮敌阵 尽数掠夺宝物 成功地控制了拍卖会现场 并将旅团被灭的假象消气放了出去 看着库洛洛这手骚操作 西索不免还是想安慰一下库拉皮卡 可惜电话一直战线打不通 由于旅团已经取得了宝物 于是库洛洛打算离开有个心事 但是信长不依不饶 是要为窝金报仇 于是库洛洛利用夺来的能力 给信长小弟分别算了一挂 并从预言中得出结论 只要今天之内离开 就能避免旅团更多的人死亡 西索尖茨暗道不会轻易让库洛洛离开 于是他笑里藏刀 暗中一短信告知了库拉皮卡真相 而是他顺势要求库洛洛给所有人算上一挂 并以巧言狂骗库洛洛 也许此举能找到其他回避风险的信息 从这一刻起 西索就已打定了主意 那就是绝对不能让库洛洛离开 因为一旦离开的话 那么再想见到库洛洛的话 就不知是猴年马月了 而想要与其对决的愿望 也势必会被推迟 为了得藏所愿 他早已想好了对策 很快大诗人西索即将上线 也许是直觉导致了派克 对西索的预言师有着某种疑惑 于是他拿走了西索的预言师 便和同伴一同观看 而这一看便看出了问题之所在 从预言师的内容上来看 表明了西索是出卖女团的人 窝金之死与其也有着必然的联系 这一信息一经出炉 好似炸开的油锅 尤其是信长 更是毫不分说的直接冲向西索 要为窝金报仇 不愧就在信长刺向西索的一刻 库洛洛使出了某种能力 打断了他 然后他又相继问了西索几个问题 很快便开始进入分析模式 并将西索已被人控制 被迫如此云云 说的是头头是道 而这一目令西索也是极为兴奋 因为这就是他想要看到的结果 原来西索早已篡改了预言师 虽然这一显着有着几乎将所有旅团重员 都将与西索为敌的风险 但是从结果上来看 这完全符合了他的预期 他利用诗中的话语 特意给库洛洛留下暗示 依靠着逆向思维 令库洛洛泄露到了他所创造的陷阱之中 折腾心理的博弈属实精彩 不过这是针对库洛洛本人才有效的一种应对策略 因为如果要是用这种逆向思维 去算解类似窝巾这种大条的人的话 肯定会被毫不分说的下达必杀地 毕竟在青铜局里 你用着王者局里的预判思维去作战的话 不仅会死的冤枉 而且会死的很惨 之后其所为了留住库洛洛 他开始继续演戏 表示自己必须留在住地才能保命 而库洛洛为了不增加更大的牺牲 只好同意全员暂留有心事 不过这之后局势却着着更加有趣的方向发展了 连西索也没有想到 库洛洛竟然被库拉皮卡升起 不过旅团这边由于有小杰奇亚作为筹码 于是双锋交涉可以进行一波人质互换 前期是旅团众必须毁到住地 卢洛不然库洛洛立马就会被处死 所以几家欢喜几家愁 在旅团这边窝里闹了个不可开交之计 这对于西索来说倒是个绝佳的机会 于是他暗中联络了一云米前来接应 让他伪装成自己的样子 这样他便可以金蝉脱鞘 开开心念地去找库洛洛展开对决了 当他来到交易现场后 交易上方都被西索的突如起来 搞得惊诧不如 并且他也利用人质来威胁 为了能让人质交混顺利进行 库拉皮卡只好被处答应 只不过当人质交混完成之际 西索兴奋地与库洛洛表明自己的目的之后 这是被告知 由于库洛洛被封号 这也消除了西索的念想 毕竟坏掉了玩具 他是没有任何兴趣的 不过库洛洛在被封念之前 被尼翁算了一挂 命运指引他往东前行 而他锁形之处便是贪婪之道 这里即将会有除念师的出现 因为被吓了禁锢 不能与旅团成员联系 于是他找到西索帮忙 来为旅团众留下暗号 西索当然是乐得其索 因为找到除念师后的报酬 那就是与新年已久的库洛洛展开对决 于是西索进入贪婪之岛 并以库洛洛的名字进行岛上登记 而后他将与库洛洛的交易 告知了伸出此地的众旅团成员 之后便扬长而去 某天他正在河边沐浴 突见上空飞来流星 闪光过后 这让他迎来了一波意外的客人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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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是不愿意外的客户 此景下退的重男的同时 却养养了某女 当然戏外养养的话 很有可能将达到一个 天文数字 这一幕堪称动漫史上 三大美景之一 与当年凌波女神 获得了同等的地位 从这个荣耀称位来看 也能感受到西索 在那个时代拥有超高的人气 所以这里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的话 都足以令西索轻视流明了 顺带一提 老贼的另一部作品的角色 也占据了这一席位 只有西索了解到 主角一行是为了 打赢排球老将雷扎 为了征集强烈的队友 才找到他的 西索听后表示可以加入 不过他必须隐瞒 自己为何在这里出现的真实目的 他限制三分针 七分架的忽悠了一番 而后更是反利用小杰的天真 在以轻薄的假象 来为自己洗脱 起压对自己的怀疑 而在此目的达到之后 他便能从容的 在主角身边 好好逍遥一段时间了 而后他们来到那个修罗场 即将与雷扎进行一场 血沫横飞的友谊战 在前夕预热 干掉了歇血炸鱼之后 两方正式进入竞技游戏 杀人排球 首先几方先发头筹 抢到先攻 很会干掉了 两个雷扎变出的傀儡 但拿着这却是 敌方早已策划好的 为的是能够更好地 进行高速传球而做的准备 在布局完成之际 雷扎相继打倒了 果裂奴的念兽和绝资绝拉 同时将必死般的杀念 刻在了果裂奴的印象之中 使得他无法再次参战 于这样开局不劣的情况之下 西索站了出来 他利用伸说字奴的爱 扳回一筹 然后他打算卢法炮制 一个一个地干掉雷扎的傀儡 将雷扎留在最后处理 那这在猎人里 同样的招式也无法 对同一个猎人使用两次 于是西索这次攻击 被老奸巨坏的雷扎破解 他极为流氓地将两个兽头头 合成一个胖头头 压制住了西索投球的同时 也顺势将球夺走 而后西索一方开始陷入掠势 先是小杰被打飞至外场 而后果裂奴军团全军覆没 在剩下3v3的对局之中 雷扎一记剃刀弧线球 打算来个穿堂骨头串 西索由于视线和褚褚的位置 导致他差点马失前提 险些被摆了一刀 在这一击毁容球 令西索断了两根手指 并且还令他厚离了数米开外 不过好在他防御及时将球揽下 而由于这一击的缘故 也打开了他的味蕾 果然兴奋中的西索 真的是令人欲罢不能 这有几方发球 在小杰全力打出一击必杀后 以为能够得手 那只雷扎一力打力抵消了劲道 顺势将球抛到空中 此刻球飘在上空 按照牛顿的思想 应自然落在雷扎一方 不过 由于得罪了兴奋中的西索 于是他使出能力 令球权再次回到几方这边 所以说 在玩球这场比赛上 虽雷扎力量十足 占尽优势 但是由于有西索的存在 这同样也使得几方这边 有了绝对赖皮之术 在最后的对决中 西索按照奇亚所想 三人齐心协力 以合体之势 挡住了雷扎威力恐怖的一球 而后小杰以必杀技 再次将球击向雷扎 虽然这球威力比之前更为恐怖 但雷扎毕竟是排球老象 面对这超乎寻常的威力 他竟生生将球给弹了回来 他认为以钢为生的小杰 肯定会毫不犹豫地 继续硬钢到底 当然按照小杰的脾气 确实会如此 但不济的是 其体力不支 在接触球之前便晕倒了 真诚在场之人也是倍感意外 本来只要球继续飞出场外 那么便可以获得胜利 那只西索受小杰意志的感染 使出能力 胸有成竹地接下雷扎 这一冲进石竹的球机 力道之大 更是在空中悬浮的有数秒之多 而在西索强大的掌控之下 即将皮球再次射回 面对雷扎那胜券在窝的气势 西索此刻更是显出了 其城府其身的一面 原来他早已将皮球施加了念 使其变得具有平性 这样即便雷扎有能击射回来的实力 但却因为黏性的关系 他也只能无可奈何地 接下这颗特制的糖衣炮弹了 所以说了 惹谁都绝对不可以惹 兴奋中的西索 在获得胜利之后 西索面容和蔼一反常态地说道 这西索第一次将个人主义剥离 赞美了一次集体荣誉 而这也从侧面烘托了 他对于奇亚小杰成长的认可 之后西索打了个招呼 深藏公寓名 取久之后 在Funks的陪同之下 西索和旅团众人再次会合 并知晓了雏念师的下落 同时还调戏了一下 隐蔽在暗处顶替他旅团位置的科特 在小杰奇亚完成游戏之际 西索也总算和雏念师开始交涉 与他来一波交易 在雏念师彻底解除 炸弹魔施加在他身上的念之后 西索便携他赶往库洛洛所在之地 在原作中没有表明雏念师如何给库洛洛除念 而在库洛洛恢复之后 西索必然是急于找其对决 由于两边的性情和战斗理念大相径庭 于是则开启了一段猫捉耗子的持久战 而这也使得西索 错失了能带更大的战场 与更加强大的对手战斗的机会 由于尼特罗在讨伐战前 留下影像辞去会长立职 于是在讨伐战胜利后 则开启了第13代会长选举 他要求所有猎人必须进行投票选举 并且投票率至少得达到95%以上 随着这个消息的放出 作为猎人的西索此刻也稍作调整 前来投票 实则他只是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 想和金切磋以下 在这一场节 突然揭示了西索另一个时候 那就是喜欢给人孤架 看着各类猎人 他不免心生悲叹之情 因为大部分的职业猎人 并没有达到他心中的预期 这一方面也能体现出 西索手处的位置 应该在食物链鼓端的附近 另一方面也能体现出 猎人协会的招生质量 还有待提升 而就在他感叹之气 突然在背后出现了一股 强大的气场 顺势让他感受到 这来自95分的霸气 这令他也是震惊不已 而后他看到了 易容后的伊鲁米 在四目相对之际 两人则开始了久违的约会 伊鲁米先生将这段期间 发生的事告知了西索 这让戏中的他 或是戏外的观众知晓了 西索这段期间的动向 以及为何没有出现 讨伐战中的原因 而当他知道了小杰 处在垂死之际 西索在这里 则是表现出了 极为震惊的神情 注意看下这里 互毒般的面相 瞬间让我感受到了 西索那隐约的互毒情怀 以及那远远超越了 那玩偶的爱抚之心 然后西索伊鲁米再开一局 与某处酒吧继续约会 在伊鲁米的详细回顾之中 听西索也知晓了 发生在奏迪克家族中的 故意之事 而这部分的内容 我在伊鲁米篇 有非常详细的解说 感兴趣的小伙伴 稍已欲布 由于奇亚许愿的谅解 还有可能会波及到西索自身 于是西索接受伊鲁米的旨意 并与他开启了梦幻 联动模式 伊鲁米这边的手段 也是简单粗暴 他先是威逼利用以下 未过后 折出对奇亚疫情 展开追杀 在一趟速度与激情过后 疫情人讨治成年 此刻伊鲁米二人 一览战况 伊鲁米要求西索 清理管家 以及带走雅的家 西索表示同意 不过下一刻 他画风逆转 老谋深 这段情节 不仅将伊鲁米空地 极尽描绘了一番 而且也反映了西索 内心的极为纠结 也许对于小杰的情感 相比其他玩偶来说 更加特异 才导致了西索 这一纠结的一幕 由于伊鲁米的杀气放出 给了奇亚警醒信号 并脱离了管家 折定管家疫情 也是触不起防 而后西索 鬼魅现身 并打算以一己之力 将管家队活活拖住 并打算独自一人 拖住西索 见此西索 现实夸奖了一番 并告知了对方 自己的能力 而后二人开始缠斗 西索见招拆招 认为同样的招数 必然无法对猎人 使用两次 哪知巫童 虽使出的是同样的招式 但是加入的内功心法 却完全不同 于这样的情形之下 西索即将被自己的念脚死 但鬼术师 岂是浪德居民 西索早已做了后手的准备 而后他更是闪转腾罗 反复横跳 施战极其鬼魅的身影 并声东即西之势 最终将悟同血刃封猴 斩于胯下 于被奇亚乘坐飞行逃走 于是英米迫不得 以使出傀儡之处 用来追踪 而锐炉蝴蝶向运般的 间接导致了 那个酱油组织 清明队的全军覆没 在西索英米 切瓜砍菜般的完成了 这一壮举之后 而人便很快追踪到了 奇亚所在之地 在看着兄弟俩 在丛林交涉期间 西索更是在心中盘算着 如何能让事态 变得更加好玩 不过当奇亚将 亚鲁加的治愈能力 展现之后 则令伊西亚人 暂时断绝了 抹杀亚鲁加的念头 也许是没有尽兴 令西索手咬难耐 于是他在这之后 马不停提的来到 猎人协会总部 并将清明队的 首席执行官斩杀 趁着彻底将这个处置 从天团榜单除去 而后西索再次销声匿迹 便开始默默等待 酷鲁鲁为他准备的那场 豪华盛战 这开篇以来 西索便以鬼魅 而闻名于世 他不按套路出牌的行为 更是如呼吸一般 流畅自卢 鲁果丹以变态一词 来形容他 则不足以完全彰显其魅力 而罗志不以变态来形容他 其他的词汇又略显朴素单薄 更是无法凸显其 瑞丽的锋芒 西索这类型的顶级变态 不仅有了强烈的个人主义 而且还有了堪比 沉默羔羊汉尼拔的强大心理 以及看破人心的超强洞察力 他话术犀利 情商极高 在他人的交涉中 总是会令对方 记录自己的节奏中来 并最终达成预期的目的 西索自信而又强大 玩弄敌人于鼓掌之间 下手狠辣无比 对无趣的东西 从不会给予怜悯之心 在战场上 他几乎永远都保持了微笑 而那微笑的嘴角 就如同死神的镰刀一般 仿佛在他微笑的瞬间 便宣告了对手 即将前往极乐世界 西索与他人对战 经常是兵情显招 他喜欢无底线的秀操作 玩心跳 这段期间 他更是临危不惧 处变不惊 且还能翻着花样的取人手机 并全身而退 令戏中戏外的所有观众 直呼开挂 伪媚至极 西索还有了一套 独特的待人处理方式 无论是女人决斗 还是女人交涉 他都会最大限度的占尽优势 从不会轻易吃亏 在猎人的世界中 猎人们都遵循了 猎人世界的规则 而唯有西索这类变态 总是以出其不意的方式 挑战了猎人世界的底线 同时也挑战着读者的认知 他不仅要打破规则 同时也要刷清三观 并且彻底征服 你对他的所有正面幻想 而这也是西索为何 依旧在时至今日 还能在读者中 一直保持新鲜感的 一个最大原因 其实西索这个角色 非常的纯粹 且不难理解 他的心理曲线变化 从始至终都平稳一命 西索随心所欲 自信一成 喜欢独来独往 且最大的爱好 就是找乐子 而对于西索来说 这个乐子的90%部分 就是以强大的对手决斗 为了这个普通人眼中 望而生畏的乐趣 它不仅会展现出 很强的承念 而且还会显现出 极为扭曲的一面 并且更是愿意 为此付出任何代价 无论是长时间的等待 或是帮助其 一点一点的成长 它都乐此不疲 在念能力方面 西索的能力 并不是特别的突出 论华丽壮观 它不及尼特罗 论复杂多变 它不及酷罗罗 但是 能力不突出 并不等于没有威力 这就好比某些 看似平淡无奇的技能 在职业玩家的开发下 却能发挥出 无穷的威力 所以最终看的 还是使用者的操作性 西索对自己的能力 非常了解 知道自己的优势 在哪里 他依靠长期的格斗经验 以及那老道的谋略 开发出了 只属于他自己的 独特作战方式 正是因为这样 他才能将自己 那并不是特别突出的念能力 用的是初神路化 并能数次击杀对手 虽然西索不是 猎人世界里的 超顶级角色 但是他的实力 绝对是会令 绝大多数人望而生畏 并在观者的潜意识中 建立一种 绝对不可以 招惹这个家伙的认知 而这种危险信号 同样也是一种 实力的象征 无论是在前期 还是在后期 也都能看得出 西索所认可的人 在无形之中 也都被提升了身价 不管是前期的小杰 奇亚也好 或是后期的 十二只等人也好 西索的认可 就如同给他们 加了一个体面的光环 令读者对那些角色 充满了期待 毕竟 被一个绝对 不可以招惹的家伙 认可的人 在实力上 绝对是超乎寻常 有着过人之处 而这同样也是一种 极为高级的创作手法 可说是附近为西索 量身定做 而说到这里 就又不得不再提一下 在漫画初期的 两阶段 一般少年漫 在前期 主角封面的表现 不会特别突出 如果一直只是 持续稳步成长的表现 并很难让作品 一直令读者抱有期待 不过在西索出现之际 这是很完美的 将前期 即将步入平淡的 局面打破 并且附近在他身上 设置了多个冲突 埋下了伏笔 将前期很多 关键性信息 通过西索 来将其浓缩 除了使得 故事的可看性 趣味性和期待性 都大大提升 所以到这里 不得不说 全职猎人这部作品 之所以在前期 会如此的有趣 正是因为有着西索 这一刺头的 异军凸体 才使得 猎人考试 变得好看多变 并充满了各种未知的期待 而后面的篇章 也得益于 有西索的存在 使得张杰之间 可以进行无缝衔接 无论是转到 天空竞技场片 还是后面的 有个新片 由于有西索 这条线的存在 张杰之间的转接 也会显得很有说服力 而不是强行 推进剧情 正是因为有西索 才使得张杰的进程 得以扩展延伸 并得以打开 猎人的大半世界观 到此来看的话 西索这个 一开始出现的小反派 不仅拉高了 全职猎人的逼格 而且还有了 城上旗下的作用 他贯穿着张杰之间的流畅 可说是一个 实打实的功能性角色 虽然事战 是他的一个小落点 不过也正是因为 有了这一点 读者才能通过 他来感受 每个阶段 不同的战斗方式 以及那豪华的 试着盛宴 而以他这 事战龙命般的状态 我想就算某一天 他被某个 更强大的家伙 真的杀死了 也不会有什么怨言 因为这就是起初 他所选择的路 生为战斗而狂 死为战斗而终 即便他是父兼的亲儿子 想必死在自己 向往的决斗之中 一定也会微笑着死去 因为那才是西索 这类战斗狂人 归宿了真正之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不吝点赞 订阅 感谢观看